金管局和港交所两位前总裁任志刚和李兆佳都提出 要提升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必须加强中港两地资金融通 建议分别在新股通和大湾区做试点入手 林淑宇报道 两大曾经掌管本港财金部门的巨头 同台讨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有些人说香港就整天都内地化 我一听见真是想撞偶 你没有内地的投资者或者集资者 想利用香港这个市场去吸引外地的资金 或者吸引外地的集资的人 根本是没有一个角色可以扮演的 河港通、升港通、债券通 加上中介股的全面毁流 这个就使得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锚 基本把香港可以定住了 就是说很难大家离得开香港 以前就怕香港很飘 但他们都说香港要再进一步 必须加强两地资金融通 过去掌舵港交所期间 力推新股通的李小嘉就重提这个建议 就是沙特阿美到香港上市 我们用人民币买他的股票 他把人民币拿到了以后 他也没什么用 但是他立即把人民币交给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立即把大量的中国国债给他 这件事一旦努力了 海湾国家都会到这儿来上市 这个时候人民币的资产 那就成为大家必备资产 至少大量的国外的投资者都知道 还可以在香港上市拿到内地的股票 但目前内地仍然因应风险考虑 限制人民币汇出 可以怎样解决呢 内地是有外汇管制 资本项目有管制 希望可不可以在资本项目 跟内地去打通它呢 如果是有大的困难 因为内地有担心金融安全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大湾区来做试点呢 又可不可以我们在大湾区里面 先搞港币和人民币之间 的兑换比较方便多些呢 不过他们都提醒要做好金融中心 不单只解决金融问题 还要有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思维 有线电视记者林淑玉报道